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英两国本周将派出军舰赴南海联合巡航 俄罗斯卫星网此前的报道称 法国还将于8月派出海军军 参加在东南亚举行大型军演 英法两国海军将到南海碰瓷 这是法国国防部长帕利 本月初在新加坡商会上透露的 帕利表示 法国和英国军舰将在南海联合执行自由航行行动 并向该地区的国家发出最强烈信号 虽然法国没有指民道性 但向该地区的国家发出最强烈信号 明显是有所指 对于南海地区的敏感局势 相信英法两国不会不知道 当前 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 打着自由航行的幌子 行自由横行之时 企图炒热南海问题 应反追随美国的脚步进入南海自由航行 其针对性和指向性不言而喻 南海奔无视 经过西方国家这么一搅和 水自然就混了 而浑水摸鱼 则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最擅长的事 应把唐南海的浑水 自然不是来吃素的 当然还是想吃肉 这个世界仅现实的 实力保折是一切的基础 不管法英诚不承认 他们的那点力量在大国的博弈面前 也不够塞牙崩 俄罗斯军事专家 把西里卡神甚至专闻讽刺 欧洲人花重金在亚洲扩大军事存在 不 是因为他们强大 相反 是因为他们弱小 话操理不操 我们不妨看看法英两国此型的阵容 两艘英国 二十三型部卫舰 萨瑟兰号和阿尔盖号 一艘海神之子号船物登陆舰 以及两艘法国舰船 而这一级别的战舰 解放军的工具 向里程打程打的 与中国海军舰队相比 英法两个老牌帝国主义 手头的这点宝贝 实在有点拿不出手 此前中国海军舰队 执行打海盗任务之后 顺便绑问英国 当地民众参观解放军的战舰后惊呼 皇家海中更像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队 也正因此如此 两个国家在宣传上竭力淡化对抗的意味 避免与中国产生直接冲突 英法辞举 同时也是想向世界显示 他们仍然有影响和塑造国际局势的能力 当然他们心里明白 如果真的想像美国那样弄点动筋出来 最终只会自取欺辱 而几乎与此同时 环球网于6月17日 传载了中国军网的一则报道 中国海军在南海进行的模拟导弹攻击演练 演练中 三架把机从不同高度 不同方向 同时穿越边对上空 此时无声胜有声 也令要传递什么样的信号 相信有关各方都会进行 认真演叛 年生话题 英法为何要到南海来凑热闹 欢迎参与话题讨论 更多内容请点击右上角加关注